不要发出声音 先生 先生 你可算回来了 主供有言 若是先生归来 速速前去率章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郑董将军于吕布岛屿 审受忠尚 先生执而意识忠尚 什么 原让多智商的如何 少人勿忧 书志虽说重赏 但多是皮外智商 细细调养一番便不碍事 那原让呢 大营中的沉默 让虾人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脑海中闪过夏侯敦那张憨实的面孔 心中莫名烦躁起来 难道原让他 你等说啊 原让情况如何 守人 夏侯将军伤势极其严重 就算是我等给他包扎 亦是止不住鲜血外躺 如此下去 恐怕 撑不过两天 守人 原让 原让他 邓慧 文若 你刚才说原 让是伤势难以包扎 是啊 从胸膛到腹肩 随军医者已是无法可施 缝起来啊 缝起来 不就好了 缝起来 对呀 就是用针线 把伤口缝起来就行了 针线 守人 你莫要告诉我 用 用针线缝合伤口 这 我等又不是衣物 如何用针线 不应该啊 我记得 关羽刮骨疗毒史 华佛用的就是针线缝合 难道这技术一般人不会 只有两天时间 根本没时间去找明依 不管了 救人要紧 孟德 我去找针线 你们先去原让那等我 对了 再带上树坛美酒 要醉裂的那种 哦 哦 哦 不多时 虾仁便带着针线来到营帐内 众人已经在帐内等他了 而他所要的美酒也放在帐内 全是醉裂的酒了 这个酒应该有些消毒作用吧 守人 你这是毒死美酒 就这么撒的 得得得 到时候用不完的都归你了 嘿嘿 子龙 把原让的伤口清理一下 是 先生 你去做什么 先生不是叫我清理夏侯将军的伤口吗 那自然要去取水 用水不行 用烈酒 这伤口遇到酒水 那不得疼得飞起 还好受伤的不是我 在烈酒的冲启下 伤口上的杂质被重走 而夏侯墩虽然处于昏迷状态 但身体却不自觉地抖动起来 幸好原让此刻昏迷着 不然的话 是啊 不然估计按都按不住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 不要发出声音 熟人 不是我的 先 先生 卧槽 原让 你怎么醒了 先 先生 我这 忍着 过一会就好了 别动 刚缝好的又裂开了 先生 末将 末将实在受不了了 啊 子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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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这比麻醉好使 啊 咦 你们怎么都到外面去了 我 我 没事 我等怕打扰守人行李 且记 日后不可惹怒守人 不用主公说 家也不敢吧 太残暴了 太残暴了 啊 啊 啊 子龙 啊 经过十几次手工麻醉后 缝合工作已经完成 伤口明显可见的不再大量流血 累起个人 终于完成了 虽然缝得丑了点 但至少命是保住了 熟人 原让如何了 基本没什么 大问题了 只要注意清理伤口 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真的止血了 不诚想守人 竟还精通医学 单凭此把 恐怕已是冠军天下 是啊 若非亲眼见到 欲断然不敢相信 伤口竟可同衣物一般缝合 守人怪彩 我等早知 十天后 脏霸尊瞎人之令 率军围困下批 切断了张辽出城的道路 曹操也以赵云 关羽 张飞三猛将为先锋 步步为营缠住吕不主力 胜利的天平已向曹操倾斜 好蒙 脏霸投敌 奉仙麾下可用之兵 不足万语 而曹操尚有六万之重 如此下去奉先威仪 将军有何打算 我要出城 可去路被脏霸截断 而且主公的家眷 接待城中 将军若是离去 下批有事该如何 无需担忧 我自有出城之计 切记 带我走后 万万不可出战 只需坚守即可 末将明白了 将军这几天 下批排除的嗤号增加了许多 有何奇怪 定是那张文远担忧战士 却又不敢轻易率军出城 只能加派嗤后打探消息了 可小的今天突然发现 一件怪异之事 怪异之事 你且说说 好像从下批排除的嗤号 回来的数量不对 每天皆是出多回少 出多回少 这张文远在干什么 难不成嗤后被我军 嗤后半路截杀了 但也不可能每天都是如此 糟了 张文远可能不在城中了 那将军 那下先生交给我等敌人呜 张文远所率之军皆是骑兵 追事已无可能追上 我等辜负了先生 如今若是想将功抵过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拿下下批 传令下去 全军宝石一顿 准备攻城 吴尔元龙密信已至 如今下批被脏霸所为 旅不独目难知 兵败只是迟早的事 弥竹早已投刘备麾下 文言大喜 看来是时候夺回徐州 归还我主刘备 刘备 那就要看曹公愿不愿意了 可徐州守教成连武艺不弱 我等当如何诸之 子众无需担忧 张月 没想到你回徐州了 如此 成连可诛 大事可成